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我們就有說到 HAM 如果放在最尾的地名應該是怎樣讀 不如今集我們又來看看其他地名 本地人又應該是怎樣讀呢 在介紹之前也提提大家 多點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我們的影片 以及留言給我們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以及按鈴鐺 這樣你們就可以收到新片的訊息 今集不如等我們來看看 如果地名最尾的suffix是Bury的話 究竟本地人又會怎樣讀呢 如果Bury作為suffix的話 其實它也有些典故 它的意思是代表堡壘或要塞 最常見的例子就有這三個 不如我們逐個來看看 究竟這三個地名應該是怎樣讀呢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位於英格蘭東南邊的一個城鎮 Canderbury 留意如果Bury作為suffix 放在最尾的時候 本地人會讀做re 所以很多不是住在英國的人 都會覺得這個字有四個音節 Canderbury 但其實英國人只會讀做Canderbury 如果大家喜歡去參觀大教堂 或者去看一些哥德式的建築 那就記得要來Canderbury 至於下一個例子 就是位於英格蘭的中西部 就是Srosby 這個地方有很多 好有歷史的古建築物 而且這個城鎮 風景好優美 很值得大家去參觀 同樣 如果是外地人 很多時候會以為他是讀 Srosby 不過其實英國本地人 是讀了Srosby 好 第三個要講的例子 就是這個 他就是位於 在英格蘭西南部 一個城鎮 他就是叫做 Glasnerbury 大家記住 本地人其實不會把他讀成四個音節 即是說他們不會讀作 Glasnerbury 他們只是讀成 Glasnerbury 大家記得 如果Burby作為suffix 放在最後 下次應該怎麼讀 差點不記得 還有這個 大家一定很多時候都會去的地方 我開頭 都會把他讀成Sainsbury's 但其實英國本地人很多時候都是把他讀作為Sainsbury's Sainsbury's 好了 這次跟大家介紹了那麼多 下一節我們再看看其他字 本地人是怎麼讀 拜拜 拜拜